在我身边这台就是第六代也就是全新的CRV 其实CRV由东风本田引入到中国生产了这么多年 每年的销量都非常稳定 你不能说它永远是销灌 但是它就是一万两万的这样子支撑起东风本田的一个基本盘 当然有这样的销量离不开 它有一个非常均衡的产品力 而且有一些部分它确实在这个级别里面是很拔尖的存在 比方说它的空间利用率 比方说它的好开的程度 确实是口碑非常好 而且它也是有的自主品牌的老师 不管那些品牌愿不愿意承认 比方说像哈佛的H6就是用的四代CRV的底盘 自己逆向开发出来的 好了 那所以我身边这台是第六代车型 它的里里外外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第六代的新车 看起来会比第五代更加硬朗一点点 第五代好像会设计语言会更圆润 没有特别多的刻线 但是到了第六代 你可以看到它车身上面有很多的刻线跟棱线 机盖 车头 还有贯穿整个车身侧面的一条腰线 都是非常明显的特征线 然后它也用了一个非常硕大的中网来显示出那种力量感 中间有一条贯穿整个车头的镀隔条 也让车头看起来更有质感了 大灯现在就变成那种凶恶一点的眯眯眼 不像之前那个萌萌的大眼睛 车身侧面的部分 黑色轮眉就是平平整整的一块 我觉得如果它做一点立体感突出来 会更有力量感 并且前面这条橙色的反光条 我觉得有点太像契配层 自己买的后夹的贴上去了 如果它能够做成透明就好了 然后这个车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的车身 增长了现在是超过4米7 基本上就是日系同级SUV里面最强的 所以它为了去平衡 发动机舱跟后面成员舱的一个比例关系 它的车头的线条做得更加平直 然后前旋也加长了 让这个车的基盖部分可以更大一点 这样就能够跟后面加大的成员舱 达到一个更加协调的比例了 车尾的部分可能争议比较大的是尾灯 可能大家看官图会说 哎呀这个尾灯不就是跟沃尔沃是一个即视感吗 但是我看到实车就会觉得 跟沃尔沃真的是一点都不像 因为它是用了一些立体感 然后它里面的灯组的排列 也是跟沃尔沃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而侧面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因为它的后悬长了 并且它的尾窗的这个窗的面积也加大了 这个是因为这一代的SUV 它是有一个更注重后排空间的第三排了 等一下我们说到内饰的部分呢 会讲到它的第三排的体验的 那么我们现在先从前排说起 好了相比起它外观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其实内饰我觉得就有点欠缺新鲜感了 因为说实话这一套的设计员呢 我们在思域上面 在XRV上面已经看过了 就是中央有一条的这个金属网格啊 来贯穿整个内饰 然后Honda Connect 3.0的屏幕 竖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竖的这么高呢 你可以在观察路况的时候 眼睛稍微平移就能够操控到这个屏幕 这个没错 然后它前面的这个10英寸的电子显示屏 也是跟之前完全一样 连布局排版都一样 方向盘 所有东西都是很熟悉的味道 但是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 你完全上车之后就不用看车主手册 闭着眼睛你都知道怎么操作这台车 但是我还是希望它的设计能够稍微有点心思 你比方说像比这个CRV更低一个级别的 广本的自在 它的中央扶手这个位置的设计就非常好 而且用料也很棒 它用很多的皮革 配色也是很新鲜的 并且它在用这个机械挡杆的同时 又在中间挖了一道桥梁 做了两个隐藏的储物格 但是在CRV上面 我就看到它是沿用了上一代的一个架构啊 而且它的功能区间呢 就是那样子 摇温手温摇手底吧 就平铺直去的 挡杆是挡杆 驾驶模式 躲拨缓架 电子手刹 所有的功能很直观 但是就少了一些骑士卖想 比方说像本田 以前一直很标志性的那些 很有脑洞的杯架的设计 在这个车上面没有了 就是两个简简单单的杯座 所以我是觉得这套内饰的设计 不够走心 还有点单一 好 接下来我们去看第二跟第三排 后排空间呢 其实比起上一代 我觉得是有一点进步啊 因为首先轴距方面 现在新一代的CRV它轴距已经突破2米7了 现在它的四驱板是2米7 然后两驱板是2701毫米啊 就刚刚过了2米7 所以它的后排的空间 我觉得还是相当相当出色 并且它的第二排座椅呢 它的布局变化也是非常多的 首先它靠背可调 这个是标志性的 祖传的 是吧 你看我调到最躺 是可以这么躺的 真的就是一个半躺的姿态 就是在你长途的时候 想要休息的话 非常舒服 而且现在第二排多了一个滑动距离 非常长的滑轨 你看 哇 滑到最早 我腿都要砍了 但当然 如果是五座版的话 你将滑轨滑到最前的 你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尾箱空间 这样你在过年 或者你要搬运一些大件物品的时候 你的尾箱的变化会更加灵活 当然更重要的是 因为这一代的CR-V 它依然有第三排的功能 在上一代的CR-V呢 它当然也有一个七座版 但是受限于当时的车身长度 跟后部的空间的关系 其实它的七座版是挺尴尬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这台已经增长到4米7的 第六代的CR-V的第三排表现怎么样 我先在第二排 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乘坐空间 就这样了 不用太多哈 就差不多一卷多一点点也还可以 然后这样靠背呢也调到一个舒适的角度 嗯 这样吧 这样的乘坐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看一下在这样的状态下面 第三排的空间怎么样 好了 准备进入第三排啊 然后受限于这台车2米7的轴距 它的第二排的门的开口不会特别大 但是本田是一个玩魔术座椅的专家 所以它就在第二排座椅设置了一键的一个功能 你看座椅往前 再翻折 然后它就有一个比较舒适的进入的开口了 哦 进去看看 里面舒不舒适 好了 坐下来之后呢 就感觉它的纵向空间的明显是多了一些的 我现在前排第二排都是我的一个标准坐姿的情况下 我现在的西部空间大概还留下个梁子 刚刚好不会就是顶到前排座椅的靠背的样子哈 但是呢 它受限于这个高度啊 你看我如果要坐得比较端正的话呢 我的脑袋就一直在顶着这个天花板 尤其如果这个车有抛掉的话呢 我就会直接顶到脑袋起包了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第三排呢 我觉得它还没有到达一个标准 三排座SUV的水平 顶多就像一些空间比较紧凑的口胚 比方说像奥迪TT 或者像86这种车的第二排的座椅的一个水平而已了 不除了空间之外 第三排的配置真的是很有限了 没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没有扬声器 也没有充电接口 连背架呢 也是这么一个拉环来做一个简单的固定啊 说的不好听呢 叫抠 不过说的好听 也可以说它是物进其用的 好 好我们许妮来看看尾箱吧 有脚踢开启功能 而且它灵敏都还挺高的 基本上开启率是百分百 然后这个对于一台三排座的SUV来说 这个尾箱在展开状态 大家都是可以预料到的结果了 但是本田的工程师还是有办法将这个尾箱的一些功能间隔呢 把它做得更加的实用的了 我现在把这个座椅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看里面真的是内有乾坤的 特别牛逼 那首先这个尾箱的隔板呢 它有一个高位置跟低位置 这个是低位啊 然后呢还可以放到再高一个位置 然后就可以找齐了这个 后排座椅放倒之后的一个状态 用来置物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把它拆下来呢 这一台是1.5T的汽油板 所以它是有备胎的 这个千斤顶的 然后包括拆螺丝的扳手都在里面 然后这个备胎怎么拆下来呢 这边你看有个卡扣 松开 然后有个钩子 钩在中排的座椅倒轨上面 然后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备胎拿下来了 然后这边有个千斤顶 它是这边有一个卡扣把它扣住的 怎么把这个千斤顶拆下来呢 这样子取出来了 你看 你要是告诉我说这个尾箱的设计师 是在香港那些农屋汤房长大的 我一点都不怀疑 并且把这个空间打开之后就看到里面 你看这个隔音棉 铺的一个尾箱的地板都是 所以这一代的CRV 它的MH的表现提升就在这里了 OK 现在我们开上路啊 看一下新的CRV开起来怎么样 哦 行了 就是动态试驾已经结束了 开起来就是跟老的CRV一模一样 开玩笑的 但是整体开上手的感觉哦 就是方向盘的转向的手感呢 跟这个发动机的这种发力的曲线呢 真的就是跟上一代的CRV别无二字的感觉 但是呢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也就是这台新的CRV呢 在极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声音没有那么粗糙 没有那么嘶哑了 来 大家听 是的 聊新的CRV第一件事聊的竟然就是它的隔音 因为新的CRV它的静音性能的确实又比上一代提升了很多 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它全身多了很多隔音物料 除了防火墙之外 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备胎槽 它也有一大层的隔音棉 然后车身的刚性也提升了 提升车身刚性 其实也会减少这个噪音呢 通过这个车身传递到人的耳朵来之途径 当然局部的这个车身刚性的提升 也会对这个车的底盘的行驶品质啊 等等的其他方面也会有影响 但是这个按下不表 但总的来说就是现在我开着这台CRV 你看我现在在开着80的速度 这个风噪啊 我感觉是跟宝马的3系是差不了多少了 接下来说说动力表现了 这台是1.5T的发动机 就是这种1000多转的时候呢 好像没什么力 然后要踩 踩到这个CVT变速箱 这样打3000多4000转 它的动力又不是同级别里面 很充沛很有爆发力的感觉 比够用稍微再多一点点 现在第六代的CRV它的底盘呢 跟五代是完全一样的结构 但是呢 它用上了一些降低运转阻力的一些球头啊 一些衬套等等 让这个卷诈系统呢 你看在遇到一些路面不平的时候呢 它会更加主动的去吸收这些震动 所以现在我在这条路 你看外面其实是有一点点坑坑洼洼的 但是我在车厢里面的感觉呢 还是很顺畅的 并且这种顺畅呢 是一种有一定路面信息的顺畅 而不是说完全像一条磨毯一样躺平 它转向是很跟手的 它没有做到那种非常极致贼的转向 本田就是想告诉你 你开的就是一台SUV 我是一台SUV OK我的转向就是稍微前半段有点黏手 我不会说特别的激进 特别的沉 但是一旦你去做一些消费比较激烈的操纵呢 它的跟随性也都还可以 但是它就会用这个方向盘的讯息传达给你这个车 它的重量 它的重心就摆在那儿 你就安安分分的去开这台车 就不要造次了 所以本田的CRV 它永远不是这个级别里面最舒适的车 也不会是这个级别里面操控最好 指向最精准的车 但是它就是恰好在两者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如果你同级的车开的足够多的话 你就能够明白本田在做这个平衡 这个位置的精妙的拿捏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真的就是任何一个人跳上这台车 一定不会投出到不舒服 也不会投出到不好开 所以刚刚我说六代的CRV开起来跟五代风味很像 这个也没有问题 但是它比起五代的进步的那些点 包括大家底盘的高级感 静音车身刚性这些部分 确实是在驾驶的时候 是能够真真切切感受得到的 所以CRV这款车 它就确实没必要去做一些滑重取宠 或者说是很跳脱 很激进的一些改进 它就只要每一代与时俱进的去做一些改变 一些改良 然后将自己的短板慢慢的把它补全 它很容易就能够成为这个级别里面最均衡的那台车 所以大家如果还是拿着20多万 想买一台传统品牌的SUV的话 确实CRV永远都是一个不会犯错的选择 我发现这个车的一个鸡肋功能啊 就是它因为有第三排 那第三排满源之后呢 它确实通过光学后视镜去看后面呢 是会挡到的 所以这台车它配备了流媒体后视镜 但是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呢 我会发现在显示的 不知道它是亮度的问题 还是它的反光的反光程度太高了 所以现在它是流媒体后视镜跟光学后视镜啊 两个影像 它是重叠在一起 这个就很难受了 我不知道应该看哪个 就好像就看鬼影一样 所以 哎 关了吧